急神剧烈晃动 氧气罩全掉下来 吓得乘客不断吸氧 大韩航空一架班机 才刚从人川起飞 高空中却紧急奏降三次 吓到乘客直呼 比云霄飞车G5的离心力感 还可怕 很明显的往下降 体感大概是降了三次 一直有人就是很紧张 喘气过渡 我小孩就是一直哭很大声 有点更紧张这样 乘客好像有流鼻血 大韩航空K1189班机 原定当地时间22号下午三点半 从南韩仁川飞到台中 没想到下午五点三十九分 当时高度三万五千英尺 飞到韩国征导外海玉石 疑似压力系统异常 下午五点四十八分 突然下降到一万英尺的高度 不断盘缓 绕圈圈至少七次 直到晚上七点四十分返回仁川 过程中大约有十五名乘客 出现耳膜疼痛头痛等症状 其中十三人被送往医院 判断是客舱食压 人在十到三十秒之内 就会呈现昏迷的状态 紧急下降 施压情况是必须要做的动作 这有点像持续的大路程 可以持续两到三分钟 为什么九分钟内 奏降二点五万英尺 相当于大约十四点七个 台北一零一大楼高 即使表示客舱施压时 必须立刻降低飞机高度 到氧气较充足的空层 大概就是一万英尺以下 详细原因还有待厘清 事后航空公司也帮乘客 安排履宿 改搭二十三号 早上十点半的航班 飞回台中 比原本时辰延误大约十九个小时 不过索性无人伤亡 生死一瞬的飞行经验 恐怕也让旅客相当难忘 记者钟晨两张体育台报道 我是哈远宇 不用说故事写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争议的拿证据说 被掩盖的挖出来说 非主流观点我有勇气说 用心说好两千三百万人的故事 我是哈远宇 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订阅